大雷雨持續下超大雨勢 讓雙北民眾全措手不及 在新北中和仁愛街 店家拍下路邊出現積水 水還灌進棋樓高度到達腳踝 另外在新店也是風大雨大 中心路三段 汽機車經過就激起大片水花 全都開啟大燈 放慢車速小心行駛 另外還有低蛙路段大量積水 汽車拋錨卡在半路 駕駛坐在車頂等待救援 25號下午氣象局發布大雷雨 即時訊息範圍遍及台北 新北桃園基隆以及彰化南投 劇烈降雨還打雷閃電 對此新北在汉英變中心 在下午三級開設 表示降雨集中新店中永和和板橋 而北市也三級強化開設 新一區時雨量破百毫米 部分地區積淹水 而這場大雷雨也讓新北新店大停電 民眾摸黑又悶又熱 浩志也一度全停擺 包含中心路 北宜路 北新路 新屋路 國校路 光明街 以及捷運新店站等部分區域 台電證實25號下午2點58分 新北新店約1萬7千多戶停電 是因為雷雨導致高壓線路跳脫 將近一個小時搶修後才全數復電 我住在這邊 但是是這些小朋友打雨球 老實說好像停半個小時吧 大雷雨轟炸北台灣 不僅多處激淹水 降雨量持續累積 還造成新北新店1.7萬多戶停電 民眾不便 海一度讓交通又骰又亂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